台北文學記 今天是台北文學記的系列講座 我覺得是新光閃閃 最動人的一場 我們把他的主題定為文學上演 從東方到西方 古典到現代 我想在座的三位就是這個文學上演的最佳詮釋 白老師不用說從文學創作到辦現代文學 再到昆曲的研究到民國時的撰寫 我覺得他一直是帶給我們 他一出來他的名字一提或他現場一到 我們就覺得文學的力量產生 Jenny是這十年來我看到是最有文化創意和文學實踐的文化人 一支是一個詩人 散文家又是評論者 這幾年也參與了很多文學上演的工作 我們今天再用熱烈的掌聲 我把主持幫我交給陳怡子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文訊 文訊雜誌社在台灣非常有影響力的 文訊雜誌社的社長兼總編輯豐德平 他們舉辦這麼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也歡迎各位親愛的朋友你們光臨 一起為了文學一起為了戲劇 當然你們一定跟我一樣 就是來看這一位才子 這一位家人 你看他們今天多美啊 我本來今天神情尾頓 中午一碰到他們 精神指數就升到一百了 我們再給他們兩位熱烈的掌聲好不好 白鮮勇老師 我認識他很早 當然不是認識到他這個人 降門之後 沒有機緣碰面 但是呢 讀他的作品 從寂寞的17歲 從台北人 紐約客 到孽子 到後來的素遊如此 他每一篇作品問世 都是讓大家驚豔的 讓大家深思的 在他的作品裡邊 有時間這樣的一個主題 時間的滄桑 也有人的寂寞 非常非常深層的 那他自己有很深厚的文化的底子 然後他又呢 把現代主義的技巧發揮到極致 所以呢也符合今天我們 儘管即使以他的寫作 也能夠看出從東方到西方 東方影響西方 西方影響東方 當然這些年來 白鮮勇老師他推廣昆曲 把中國最精緻的戲曲 希望說在一個比較喧嘩的年代 在一個比較通俗的年代 大家仍然能夠傳承 能夠發揚這樣的一種美學 而且是以他個人的魅力 以他個人的影響力 真的是得到了很大的一股動能 影響了台灣也影響了大陸 所以他是 何況還不只是華文圈 還到了西方 贏得西方人的讚賞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是白鮮勇老師文學作品的讀者 就是他的小說迷 我們讀他的作品 我們在學校不斷的要詮釋他的作品 然後學生研究他的作品 我們在他的時代感懷中看到他對人性的悲悯 那今天另外一位主講者 是陳怡貞女士 英文名字 我們很親切的可以稱他堅定 堅定 陳怡貞女士 我認識他稍晚一點 但是幸好還認識了這一位百變女郎 他真的是也非常有生命力 心靈非常秀美 然後 他的領域是跨界的 他跟他先生創立了趨勢科技公司 成為台灣在世界上有名的品牌 他又知道說現代人的苦惱苦痛 說不出口的 於是他又弄了心理什麼諮商 還是心理治療室 他擔任董事長 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同時他這些年 主持趨勢基金會 趨勢教育基金會 推廣文學文化 因為他是台大中文系的才女 他把他中文所學 他覺得中文之美 文學之美 希望不只是在學院裡邊 而能夠讓社會大眾 不斷的能夠回味 怎麼樣回味 當然就是要讓他比較有趣 比較生動 所以他創立了趨勢 經典文學劇場 這樣的一個劇場 這些年來也都在台北 在新北跟高雄演出 也贏得很多人的讚賞 所以白老師是推廣青春牡丹亭 把古典帶入現代 那陳一貞女士呢 是把古典的經典的詩人 等會他會跟各位來聊 帶入到現代社會 那古典不是懸在那個地方的 古典呢 是可以化入到我們現代生活的 那陳一貞他同時是作家 他的那個創趨勢 據說在日本暢銷 不得了耶 不但是在國內 還跑到國外去暢銷 好像有日文版還有英文版 那他寫那個不一樣的旅程也是 我讀了非常讚讚讚他 很多地方他真的是一個學文學的人 雖然他那麼長的時間 去在科技界裡邊發展 但是呢他去掌握細節 掌握人生光影的能力很強 所以我今天是沾他們兩個人的光 坐在這個地方 我跟各位一樣 我很希望聽到他們談論 他們所追求的理想 他們所發揚的文化 現在我們首先歡迎 白先生先生 白老師 喂 可以嗎 有了啊 主持人 陳一詩先生 還有文訊的 楓德平的主編 尤其是我想 楓德平跟我呢 我們都是廣西人啊 同鄉 同鄉 所以特別親切 而且他的那個廣西那股蠻靜 辦起雜誌 南蠻的那股靜 我非常非常敬佩 要文訊雜誌能夠到今天 因為我自己辦過雜誌 因為我自己辦過雜誌 辦過現代文學 所以知道其中的艱辛 能夠撐到今天這本雜誌很了不起 在這裡我特別向楓主編致敬 今天我想這個題目很大 我就把它說成比較一個焦點 重點 那麼陳一禎 今天你在這裡 因為我講的青春馬牡丹 她也有份 所以我想講一講啊 我們經過的這個路程 我特別挑的一些重點來講 大概我講青春馬牡丹 講了很多了 今天算一算 昨天是4月29號 我到清華大學去 他們做了一個演講 他們算一算 正好12年前 12年前 2004年4月29號 我們在國家劇院 兩廳院 國家劇院的時候 青春牡丹廳首演 世界首演 一回頭一看 哇12年前 青春版也不青春了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 12年後 我現在比較有信心的說 青春馬牡丹廳的確 我們當初對她的期許 可以說大致達到了 我作為青春馬牡丹廳 我的角色是扮演什麼呢 製作人 滅包人 做完影子 製作人 製作人 製作者 所有的預算,他要負責,盈虧自負 所以製作人沒有錢的話,製作人也就沒有權了 製作人很重要一點,要去募款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當這個青春牡丹心的製作人 我現在回頭想一想,我因為在美國也待了好多年 待了幾十年,那麼西方他們的表演藝術 我也很感興趣,也常常去看他們那些東西 也就發覺他們製作人的權這麼大 而且製作人扮演的角色這麼重要 也許一半把導演換掉,一半把女主角換掉 這個製作人,我想他們大權 所以,很有意思 我跟青春牡丹心合作的時候 是蘇州昆劇院 大家在座的,如果跟中國大陸一些團體合作的話 我想大家有這個經驗 就是他們有他們一套,他們有一套制度 有一套這個邏輯的 那我去,我算是第一次跟他們合作 我好像,我好像是個外星人一樣 反正到他那裡去,什麼規矩也不懂 我也不管了,不懂最好 他就按我的來,按我自己的規矩來做 我到了那邊去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在西方製作人的權力有多大 可是我跟他們一談起來說 他們說製作人,為什麼要製作人? 他們有院長,有領導就行了 有領導,有官就行了,不要製作人 所以我一聽,但不行 我就把全院招得來 他們所謂的動員 我就說,你們既然請我來做製作人 那什麼事情都我說了算 我先約法三章 我說什麼事情我說了算 我說導演不行換導演 演員不行換演員 我想樂隊不行改過 那當然很重要的,我想把預算先弄好 先去募款 所以我想說製作人有這麼大的權 義務的責任更大 出了什麼事情都是製作人的要負責 所以我一直下去以後 這可不得了 青春不得了 我一做了製作人以後 那就是從什麼事情都得管 哪怕從這個 剛剛講的什麼導演啊 什麼東西 那個那個講的這麼講 全這麼大 可是做起來可是另外一回事 好啦,我們請了導演啊 誰呢? 昆曲大師 王世宇 他是總導演 下面還有幾個 還有幾個 還有幾個 等於是個團隊導演組 他是總導演 還有幾個人 有一位溫國生也是昆曲演員 還有另外一個昆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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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張濟慶 他們都是在 算是導演 在這個 藝術指導的這麼一群人 我剛剛講的說 我有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權 有這個權 那倒真是 那我有一個 那時候我有一個想法 我說這個 昆曲的導演 一定要找一位 懂昆曲的人來導 他們現在很 有一個導演制度 在中國大陸 很多那個團體啊 他們找的那個導演 是很有名的 畫劇導演 都是 那畫劇的人 他不懂昆曲的啊 不懂昆曲怎麼辦呢 他就弄了一台的道具 那因為道具 是他們最能夠 最能夠這個 這個發揮的 那麼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導演 是昆雪 這是昆女大師 當然懂 他們那時候呢 本來要請另外一位 非常有名的 另外一位導演 那他不是昆曲的 不是昆曲的 不是昆曲的 請 本來要請他 那麼他就 請了他來 他們就跟我通電話說 嗯 我扮演什麼角色 問我啊 我說 那你什麼都聽 汪老師的就行了 我說 那個 什麼都聽那個 昆曲的大師的話 就行了 他一聽的話 他不要倒了 他不要倒了 走掉了 我想他走掉 是我們成功的 很重要的因素 哈哈 因為 他來倒的話 導致的話 就話劇出來了 所以 我們這個導演 所以我想 做那個 做那個製作人 很多 真的這個 在接骨眼的時候 你得做的決定 很要緊 可是 昆曲大師 請他做導演 他懂 昆曲他太懂了 就麻煩了 因為我沒他那麼懂 我不懂 他完全懂了 但是呢 我有時候 我雖然 對昆曲 不是那麼 那麼 比他的差遠 可是我對那個 審美 還有一點 看法 當我看了不對的時候 怎麼辦呢 怎麼好跟他講呢 不好 不好 這個說說你不對 那他說 你也不懂怎麼辦呢 好啊 我就請他先喝酒 他喜歡喝哨心酒 先喝幾杯哨心酒 他喜歡吃大閘蟹 我就拿著 點了幾個大閘蟹給他 吃完了螃蟹 喝完了酒 我再跟他講 王老師 那個好像你試試看 那樣倒了 行不行 所以 做製作人 要硬要軟 通通通通通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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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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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別人最好通通趕到後面去 那怎麼辦呢 每個人都想當主角 每個人都想當主角 那我有點安悟他們 上面看好像生了蛋啊 又談戀愛啊 下面吵成一團 下面吵了架 到台上面談起戀愛來就不對了 上面要眉來眼去 在下面吵架 上面的眼睛蹲一下 互相蹲一蹲 眼神又不對了 所以我要把他們 哄完那小孩子 跟他們講半天 所以那個製作人 什麼都得來 從導演演員 通通通通通要要要 要顧到 所以做個製作人大不容易 這是我的體驗 還有 其實最難的 就是去募款 其實我是寫 我的志願 我是寫作的人 寫作的人 寫作的人根本可以不理人家 根本不要求任何人 反正靠我日子筆寫完了 就好了 不必跟任何人接觸 也沒有對人家任何無所求 可是做個製作人可不行 第一要募款 我做作家的時候 只是拿人家稿費的 我從來沒有說 沒有說是去問人家要錢 送稿費送上來的 送上來 這樣子要開口要錢 這是我最難的 最難的一關 要跟一些金主 要說金主 要說金主 要去怎麼說動他們 來支持我們這個 支持我們這個 分取的大業 其實我現在看到非常感動的 而且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做這個困曲 這個事情 真的感動了好多企業界的人 我想他們心中也有 也希望已經功成四舊了 也希望他們有了這個能力 也希望我想對於文化上 我想有所貢獻 有所貢獻 但是沒找到一個目標 沒有一個平台 給他一個很值得他們支持的 很多是願意的 很多願意的 而且有這個新的 而且我們一路走來 十幾年好多人支持 有錢的出錢 有利的出錢 這是我做的事情最感動的 這點 大家集起來了大家對於文化使命感 但是開頭是募款的時候 真是不容易 我記得在香港 我在跟一位金主吃飯 你先募款先要吃飯 而且一頓飯吃下來 大概一兩個鐘頭 講講講講講 就是那個錢的數目講不出來 吃完了一頓飯 這個還是張不了口要錢 好了 我的秘書在旁邊等得急死了 吃個飯完了以後 你的目的要錢還沒要到怎麼辦 乾脆站起來說 先生說 我們來是募款的 就要這麼多錢 人家說 我就等著你開口 我就開不出那個口 說我要你捐一百萬 捐一捐兩百萬 哎呀 製作人也是難當 不過呢 我算是天意垂誠 我覺得天意垂誠 這個很多的蠻順利的 我們後來後半段時候 後來陳一貞也加入了 他也是我們的支持的 我們的金主之一 他用不著跟我吃飯 他自己先開口了 所以這比 用不著那麼辛苦 用不著搞半天 所以 但是 我講了嗎 那個做一個製作的 我想很要緊 就是 你自己要有一個很清楚的 一個看法 先定了你的 或者美學上的一個方向 這個很要緊 我新春版這個 這個一開始的時候 我想這一個一定希望是一個 既能保持昆曲傳統 又能合乎 21世紀的審美觀的 這麼一個作品 既能把 發揚了 明朝 這是四百年前 湯先祖 他的槓頂之作 既能發揮到 把湯先祖的最美的 他們的作品的精髓 可以保持住 那個作品有四百年了 保持下來 但是 那個美 要由現代的 一個審美觀 把它表現出來 就是說 傳統跟現代如何結合 傳統傳統 傳統要傳 傳承 那個傳統 不是一灘死水 死水在那邊 那就 這個傳統 就傳不下去了 這個傳統 等於是一個活水 一個活水 一直要留下去的 留下去的 這是代代 世世代代相傳的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就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定出一個大方向 我就說是 我們尊重古典 但不英雄古典 我們利用現代 但不濫用現代 就是在傳統的根基上 在傳統的根基上 製作一齣 這個合乎現代品味的 這麼一齣戲來 講是容易 這個傳統跟現代的結合點 的拿捏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挑戰 還好我們這裡有一群 我現在講這一齣戲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這個一點是 它是台灣跟兩岸的文化精英 戲曲精英 共同打造的一個大文化工程 就是大互相結創不斷 在台灣呢 台灣的優點是 我們這裡有一群設計的人 我們這裡有一群 對於那個舞台熟悉 舞台的藝術熟悉的工作人員 我們有這群藝術家 就自己來參與 中國大陸那邊的優點 他們有演員 他們有樂隊 他們有這些 這兩岸我們合起來的時候 才能夠成功的 所以在這個傳統跟現代接的時候 台灣這邊的工作人員 藝術家 他說今天來了一位我們的舞蹈家 吳樹君教授 他是我們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位人員 那裡邊那個 我們的花神的舞蹈 就是他這個 他是台北藝大的舞蹈教授 也是從前雲門的star 雲門的明星 所以他呢 要把那種現代的那種精神 把它怎麼融到那個古典春坤去的那個 那個舞蹈裡面去 所以我想我們做了這些事情 所以最後我們做出來的是一齣 既傳統又現代的這麼一齣 那麼今天已經十二年了 我們演了兩百七十多場 全世界兩岸四地 大江南北歐美東南亞 通通去過了 通通演過了 美國東西岸 英國倫敦 希臘雅典 還有新加坡 這些都去過了 中國是不用說了 中國是最遠最遠到南 南州西安 最難是到什麼 廈門、桂林 這些從來沒有坤曲的地方 我們都去尋回過 而且去了幾十家 三、四十家大學 而且這些大學都是很有名的大學 最重要的 我們走青春牡丹廳 第一 培養一群 這個 我們做出了一個 新的 這個 傳統的現代的 這麼一個青春版的牡丹廳 然後呢 我們要培養一群 年輕的演員來接班 最重要的 還要培養大量的 年輕觀眾 來 把他們 拉回到劇場來 拉回到劇場來 來欣賞 我們的 這個傳統中的 那麼美的 那個藝術形式 昆曲 是我們我想 美學最高的 一個表演藝術 我想 這個 我們所有的 我想 這個 不管是世界的話 都應該 我想 都應該欣賞他 都應該保護他 那麼 這是我們 這十二年 做到的事情 我想等一下子 我們的 我們的 牡丹幫 呵呵呵 這個 這個 陳一貞 他看到 他看到我 做製作人 看得起勁了 呵呵 他也跳下來 也 一起來製作 我們同時 除了牡丹天 我們 一起製作了一個 裕章記 也非常成功 裕章記 新版 也非常成功 還有很多 但後來 把那個 古典的詩人 把它做成的 表演藝術 吸引很多觀眾 我想今天 先聽他的 我最後再補充幾句 謝謝 我們謝謝白老師 講了很多製作的過程 那我們知道 想容易 講也容易 但是實際做 真的是不容易 能夠號召了最頂級的一個團隊 那是更不容易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白先生 以他的 以他的美學品味做到了 就是說這個時代 有一些人 的確就是說 他本來可以 像白老師 他小說 那麼有成就 他已經必定是文學史 文學史的人物了 那但是呢 他覺得他還可以發揮他更大的影響力 所以在高位的 在有影響力的 他怎麼做呢 其實對這個社會會有截然不同的影響 我們等一會 就是有一段 好像那個 宜貞女士 他特別剪輯出來的一段影片 那在之後 也許白老師等一會 也可以跟我們在場的朋友講一下 他怎麼挑選 為什麼他發願要推廣昆曲的時候 他首先選了牡丹亭 然後 那就是說 他一個現代人 怎麼來看古典的美 然後我們也 也許也可以 如果白老師不反對的話 看看就是說 怎麼樣子 西方人怎麼樣子 來欣賞了中國的昆曲 這個是東西的交流 我們現在是不是 宜貞是先講一段 然後才放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歡迎陳宜貞女士 他 我剛剛都講了 他非常跟白先勇先生 非常投緣投氣 所以他也還在台大 他的母校成立了白先勇文學獎座 剛才這個 謝謝白老師跟我們分享了好多 關於製作青春版牡丹亭還有欲瞻季的甘苦談 其實我會走上演繹這條路 其實真的是要拜兩個男人之所賜 第一個男人就是我的先生張明正 那我本來呢是跟一支一樣嘛 考上中文系 一心就想走這個文學的正道 那就結果就嫁了張明正呢 就嫁機隨機嫁什麼隨什麼的 然後就到美國創業 那我們就創辦了趨勢科技 所以我就在這個網路軟體防毒的領域裡頭 一待17年渾身都是毒 抓捕捉 然後所幸呢 在2005年的時候 我碰到了我的大恩人 白先勇老師 看喔白老師恐怕也不記得這張照片 最上面那張照片呢 這是我們兩個初相逢 剛才一支不是說我們是才子佳人嗎 這是為什麼我這麼得意 那我們這個感情進展也很快 對不對白老師 我在2005年的時候呢 這是因為我之前在天下文化 遠見雜誌擔任過編輯 那一次他們請大陸的余秋雨老師 來台灣演講 然後就邀請白先勞老師呢 去擔任這個講介人 就是介紹余秋雨老師 因為余秋雨他的文化苦旅等等這些這麼好的書呢 都是白先勇老師帶進來台灣的 所以他們就請白老師去介紹 但是你知道天下遠見的人 大部分是學新聞的學經濟的 就很害怕 就說這個大文豪要駕鄰 我們找Janny來 找陳怡貞來陪伴 不知道要怎麼跟他講話 那他們不知道說啊 我那麼崇拜白先勇 我見到他也不知道怎麼講話 差點要給他跪下去 我想大家可能有很多人跟我一樣的感覺 那在那一次的這個初相逢 我們坐在一起在這個 遠東大飯店的一個廳裡頭 那白老師我就跟問白老師說 白老師你從那個素由如此到現在 我還沒有看到另外一本新的書啊 你下一本要寫什麼啊 因為我們都好期盼白老師繼續寫小說 寫這個散文 讓我們這些來拜讀嘛 可是白老師說我最近都在忙昆曲 然後呢就告訴我說他在忙青春百姆丹 然後就邀請我去看戲 那結果呢就在我們這樣子之後呢 白老師就說你是中文系畢業的 你一定會喜歡昆曲的 那我寄一本書給你 就是那時候叫牡丹還魂那本書 那我那一次就是非常激動 然後也不知道自己亂七八糟 跟老師講了些什麼話 那我就回去繼續我的這個抓病毒的生癌了 然後有一天呢我們公司裡頭 有一個總機小姐非常緊張的就跑來找我 我說Jenny Jenny你今天怎麼沒進公司 我到處找你找不到 我說幹嘛那麼急啊有什麼病毒這麼厲害嗎 他說不是有一位白先勇老師打電話來找你 打到去世科技來找你 我說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然後我就趕快回老師電話 然後老師就說 哎呀我已經把那本書寄到你公司了 你有空再看看 那我真的就非常感動 就是說哎白老師 真的一點這種文學大師的架子都沒有 他都記得說要寄一本書給我 那之後呢 又是另一段情緣 就是我們去看那個叫做什麼 夢 如夢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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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聲川導演的 這場有沒有人看過 沒有 有 他長達六個鐘頭 然後你有看 長達六個鐘頭 中間呢就放飯 放飯不是給你吃飯 叫你自己出去吃 那剛好呢 那個女 盧彥大家知道吧 一個老牌女星盧彥 他被 在裡面有擔任主角 他跟白老師交情非常好 那跟我有一點交情 所以他就送了我們兩個票呢 一起去看這個戲 那剛好坐下 隔壁就是白老師 而且那天我先生也在 所以呢 吃晚飯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出去吃晚飯 那白老師就說 哎呀他下個禮拜 就要去南京演出了 就要演出這個 青春伴牡丹庭 在南京的人民大會堂 那個地方啊 就是當年白老師的 父親 白將軍 他不是跟李宗仁先生 我不知道 各位知道吧 跟李宗仁先生 然後李宗仁先生 是在那裡競選副總統 好像就是在那個地方 決裂了對不對 就跟這個蔣公 有一點決裂 因為他李宗仁決議要競選副總統 然後 白將軍呢 就 當然是站在他同鄉的那一邊 你們廣西的啊 貴軍啊 貴軍那一邊 那 所以對白老師來說 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剛好去世科技呢 在南京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研發中心 那時候 有大概兩三百個工程師 現在大概六七百人了 那我就說 那你要演青春伴牡丹庭 那我去請我們公司的這個工程師啊 多多去看戲 那剛好我也要去南京出差 我就那兩 那三天就去看戲 所以我跟我先生就一起去了 那一看之下當然是非常的感動喔 那我們公司的這些年輕的工程師啊 他們有人甚至是來自於昆山啊 就是昆曲的發源地那個地方 他跑來感謝我說 啊 Jenny還好你有請我們看 我這個昆山人從來還沒看過昆曲是怎麼回事 那有的人呢 手裡拿著我送的票 第二天就被他爸媽搶去了 說你不要去看啊 我去看就好了 所以就非常非常熱烈 那我在那個場合呢 就見識到這個青春伴牡丹庭之美 昆曲之美 那之後呢 就有機會跟白老師一直在一起 那這是後來呢 隔年 我們就請這個青春伴牡丹庭 再來台灣演一次 那是2007 2006年 2005 對對對 這個是2004年 這個是2005年 你看白老師記憶比我還要好 2005年在台灣 又演了一次青春伴牡丹庭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現場有多少人是看過青春伴牡丹庭的 哇不少欸 好我等一下放一段 八分鐘左右的影片給大家看 那看過的人回味一下 沒看過的人呢 補償一下 也讓你們遺憾一下 好不好 那 這個呢 白老師 這是 我們在蘇州啊 這一班人呢 就是那個青春伴牡丹庭的班底 這個是女主角 這個是男主角 這是杜立娘 這個是 就是那個小生 柳夢梅 那這一班人呢 都在蘇州 那白老師就是去蘇州昆劇院 跟他們合作 培養這一班年輕人 去傳承這個昆曲大師 像張基青啊 汪世瑜啊 他們的本領 然後一路培育他們 那我們也常去蘇州 那跟他們相處很多 這是這時候他們大概青春正盛吧 大概是2007年左右 那現在已經經過12年了嘛 當年他們20幾歲 現在也 30幾歲 可是我就看到白老師 對他們真是尊尊教會 他不只是幫他們做這個戲啊 幫他們這個 爭取很多角色啊 或怎麼樣的排演 而且呢 我還看到白老師 總是很用心的 在跟他們解說文本 告訴他說 你唱這一段的時候啊 這背後其實是什麼意思啊 你不要只是背那個歌詞啊 你要了解那個文學的涵義 你才能夠表現出那個男女主角真正的心理狀態 所以我真的是 對白老師的一點真的很感動 好 然後這是我們 就像剛才白老師講過了嘛 就是我們 這個是青春百姆丹 在這個 在美國 是嗎 這是在美國的 演出 那報章雜誌都大篇幅的報導 後來在英國 在希臘演出也是一樣 那就是後來我們 就是我那個 跟白老師共同製作的 欲瞻記 那我們現在呢 看看 就來看一段 我們在這個 在美西的時候 在美國西岸 我們巡远的四個大學 就從 那個是 Berkeley 好 沒關係你一邊 放我一邊 稍微講一下 這是在Berkeley 然後到 Los Angeles 到 Orange County 的學校 然後最後到白老師任教了 30多年的 Santa Barbara大學 四個大學的大劇院 他們都是對外公開售票的 演出 場場爆滿 而且你可以看到 很多真的是 西方的觀眾 他們看不懂 這個中文 恐怕也沒辦法 領會 那個 牡丹廳裡頭的詞曲之美 但是呢 當然我們有很好的英文翻譯 可是他們真的非常的受感動 那主要就是 白老師所建立起來的那種 昆曲 又現代 又古典的美學 一下子就震撼了他們 你看大家都非常的激動 全部一定是站起來 那最激動的就是這一刻 就是白老師上台 以製作人的身份 上台這個鞠躬的時候 大家簡直快瘋狂了 他是比所有昆曲明星 什麼導演 什麼這個 什麼季角 還要大排的明星 那我覺得白老師很了不起 他就是 以自己在文學作家方面 所建立起來的聲譽呢 去帶動年輕人 帶動他的粉絲 他的讀者 一起來欣賞 好 我們聘一下 the next installment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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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助我 謝謝 也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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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可以去East Coast 然後我們繼續往 我們繼續往 到Europe 到Australia You know the question What takes Brighton Place as a World Opera 白老師真的是一心想把 這個昆曲 推廣到全世界 然後變成 這個全世界的 在全世界的舞台上發光發亮 而且白老師真的做到了 那這是UC Irvine 這品質有點不是那麼穩 是因為那是當時候的義工學生啊 志願幫我們拍下來 然後我們一站一站去把它剪接起來的 我們會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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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我的生活 因為這些動作是很漂亮的 詞曲是來生命的 這些精彩的歌曲 和歌曲 這些衣服的衣服 他們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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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看到 這麽的大人 人們有學習的 人們的物品 為人生的生命 給你一個人的理想 可以用作能夠保持生活質素 讓你整個生活的質素 這兩位都是在美國學界 對戲劇很有名的 剛剛那位女教授著作等身的希臘悲劇的專家 她一生中看過激動的不得了 每天開兩個鐘頭的車子來看 我們是九個鐘頭的大戲 每天跑來看 看完那回她說是我一生中看過最偉大的歌劇 她肯講這個話很不容易 他們西方人的確是看到了中國昆曲 她的美學這麼高 她的表現 她們也非常激動感動 西方人她的確 我想對於不是屬於他們文化的 他們也有非常強烈的好奇心 也要去了解 我們Joseph Berkeley演完以後 他們那個音樂系跟東方語言系合辦 馬上開了昆曲課 他們覺得哎呀 這那麼了不得 怎麼會比他們歌劇還要早兩百多年的 中國怎麼會有這種形式出來 這個舞蹈就是我們無數君女士排的 非常美的花神之舞 我們的花神是亮點的一樣 有時常見出來得了很多掌聲的 我們的UCLA UC Los Angeles 也是非常受歡迎的 其實當時我們受到很多這個學校劇院的那個主任的威脅 說你們要負責喔 如果票沒賣完喔 這個虧本都你們要負責啊 那我就說好啊我負責啊 結果都賣光了 他們根本聽都沒聽過昆曲是什麼東西 沒有他們西方人對於中國戲劇的了解是指於金劇 他們不知道還在金劇的前兩百多年前還有昆曲這種形式 因為他們看了非常興奮 我們在美國巡演了一個月 我們在美國巡演了一個月 巡演了一個月 那個也是他們趨勢科技 這次是趨勢科技 這個可以說從頭到尾 他們這個主辦也跟著跑的 他們的學生興奮極了 你不要忘了我们这个戏是九个钟头 三天的戏 要他们每天开个车子这么来啊 不容易 而且那个票价也不便宜 最贵的一套要两百块钱美金 结束了 谢谢 非常美的文化 如果没有白先勇来在这个时刻再来加把劲 再来发扬的话 我们很多人可能也都会疏忽了 那个刚刚有问白老师就是说 您选牡丹亭 然后西方的回想大家已经都看到了 能不能谈一谈白老师怎么看这个昆曲 选择了这个剧种这个剧目来推广 我想是这样子啊 那个昆曲呢 但我觉得我看了 比较其他我们其他的那个剧种的表演艺术 尤其是我参加的制作以后 他真是非常严谨的训练的 他的一举一动 所谓非常规范 就像西方的芭蕾一样 不能那个的 我看了他训练这个张继青训练的我们的肚立梁 他那个水秀飘起来的时候 三十多次 那个笛声到那个时候 那个水秀飘的高度要刚好到那里 所以他的要求非常严格 唱腔为一个字 他一个字 所以有头中尾头部腹部尾部 他这个运力要压要咬得非常 所以他应运方面动作方面 因为他经过几百年的锤炼 而且有大量的音乐家 文学家的投入 所以他其实是属于知识分子的 属于当年的文人的传统的 这么一种表演艺术 所以到今天为止还为知识分子所喜爱 那么我在想说 西方人 西方人他们对于 我看他们的 他们对金剧的反应 对其他的反应 他们都觉得音乐太闹了 大落大鼓的 他们的那个弦弧弧琴 那个声音太高亢了 所以对他们讲不太习惯 不太习惯 而且这个金剧以唱为主 当然你说他们武戏武打了 这个东西 如果那个 昆曲跟金剧很不同的一点 就是昆曲是宰歌宰舞的这么一个形式 就是唱一句 就是无歌不舞 一定要有个很优美的动作来配合他的 所以他是宰歌宰舞 所以他的画面 如果说唱一段的话 他不停的 不停的变化的 那个金剧有时候站在那里 可以站在那里唱一大段 金剧是以唱腔为主 西方的歌剧也是以唱为主 西方的歌剧 你欣赏他的 Vocal beauty 所谓的 声音的美 因为他没有没有 acting的 西方根据 我这个更那个了 他们没有这个 acting 他们也有那个 但不重要 因为他唱那些歌唱的 西方的歌剧 声量都很大的 要他这个做起来也不太容易 所以我看过一个蝴蝶夫人在纽约 Machaparton的看那个蝴蝶夫人 还有没有没有 他唱的真的是高二行云 那个灯都大概会唱爆掉的 就是这样 但是声量很大 后来蝴蝶夫人要自杀的时候 要蹲下去切伏 蹲半天蹲不下去 我着急的不得了 这个 所以他们不讲究这些优美的 不讲究声音好就好了 声音好就好了 所以西方人看我们刚才的 西方人看这个 看这个我们困难 他最佩服的 他讲的刚才那个女生 The movement 动作的优美 我们的水秀很厉害 勾勾达达缠绵不断 讲两个 牡丹亭有一幕金梦 讲男女相悦嘛 你男女相悦之前 在舞台上面怎么表现呢 表现得不好很难看啊 表现得不好很难看 你以为不能真的宽衣解带 那怎么办呢 好 困局真厉害 还有那个水秀动作 勾来达去勾来达去 就惨 你看到惨绵不得了 而且美得不得了 所以西方人在我们的 London演出的时候 西方人就说 他说你们的水秀动作 那个舞蹈那么美那一段 他说那么的 Elegant 那么的 雅 那么的 expressive 那么的能够表情 他说还有一句话 So sexually charged 那么性感 充满了性感性 你懂的 所以 虽然 混曲动作很含蓄什么 可是很丰富 肢体也 语言很丰富 当然 音乐很优雅 身宵管敌的很优雅 服装很美 唱枪 所以西方人 他看到的时候 我相信 刚刚那年看到那个西方人 百分之九十九没看过困局的 第一次非常直接 困局很奇怪 我想久不久 那么缓慢的动作 那么深奥的词句 可是他能直 直及人心 怪的 他能够直及打到 当然 我选不但天选对了 第一 他的确是他经典中的经典 第二 他的这个主题是爱情 而且他那个爱情所谓 情志 爱得死去活来 因为他死了以后 还要回来 还要继续了 继续了 这个东西 外国人懂的 他 鲁兰廷子 比罗密尔·朱利耶 早晚两年而已 所以罗密尔·朱利耶 你看这是东西 东西两位大剧作家 同时写了两个了不得的爱情剧 而今年正好 这两个人十四四百周年 一六一六 沙士比亚一六一六十的 唐献祖也是一六一六十的 所以那时候东西两方面 但是在英雄真好是文艺复兴 在中国晚明也是等于文艺复兴一样的 这么一个时代 所以蛮有意思 西方人在一看 因为是爱情 它是有普遍的普世价值 他一看就懂 好 谢谢白老师 因为我会请问白老师这个问题 有一年我听到白老师跟另外一位戏剧学者 就是曾永毅院士 那白老师说牡丹亭了不起 美极了 那那个曾永毅曾先生就讲说 藏生殿 然后两个人就牡丹亭藏生殿 后来说好好好 一亡一后 一亡一后 那刚刚白老师讲的就是说那种爱情 失去活来的爱情 千古可以跨越 等于是永恒的 好 我们刚刚听到白老师讲 就是说昆曲他非常的精致 他那种曲词 他那种戏剧的种种的要求 都经过时间的淬炼 等于是又是剧本又是经典中的经典 那我们看到 我们就说那个是完全有那个严谨的规矩 我们现在要来听一听 现代的趋势经典文学剧场 有一个有不一样的一个表演形式的制作人 陈一真女士 请陈一真来谈趋势经典文学剧场 刚才白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他作为一个制作人的干苦 那其实我作为这个经典文学剧场的制作人 比起白老师来真的是很轻松 第一个呢 大家刚才听到他最困难的就是去募款嘛 去陪企业家吃饭 那我很幸运我不必 我只要陪我老公吃饭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我前面有跟白老师在一起工作 那我们形成了就是说我们牡丹亭的这个创作组的从灯光啊 舞台设计啊 舞蹈啊 音乐啊 种种的形成了一个牡丹帮 那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 所以我就因为白老师的关系已经组成了有这么样的一个班底 所以就有很多的资源呢可以来帮助我 那这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 那另一个更幸运的呢 是我有一位很棒的共同制作总策划 就是我们陈益智先生 好那我会讲到说 我为什么会这个开始制作这个经典文学剧场 这个就是刚才这个益智说的 就是说我有在台大捐了一个白先生文学讲座 那我顺便提一下白老师真的是非常爱护学生 他这个在台大的讲堂连续三个学期呢 把红楼梦120回呢 仔细的帮我们都讲完录影起来了 那各位如果想听的话呢 你可以上我们趋势教育基金会的网站 寻找白先生文老师 里面就有所有他每一堂上课的实况录影 那真的是很精彩 白老师是从这个作家的观点来解读红楼梦 那我觉得好像非常高兴呢 把白老师的红楼梦的课可以带到台湾来 因为白老师呢 他在Santa Barbara长达三十年呢 都是在教授这个红楼梦这一门课 那我说你干嘛都跟那些洋学生讲 不跟我们台湾的大学生讲 所以这个红楼梦 那好从这个牡丹亭 然后后来我不是跟着白老师就学吧 就制作一瞻季 那我非常的崇拜白老师 那就什么都想学学他 那文学嘛是不可能了 他的写作的高度已经没有人可以赶得上 对不起啊一只你还有机会 然后呢 我就开始想说 这个当制作人也还蛮好玩的 好大的权力 什么可以把导演开除一下 我高兴跟这个演员合作 就把这个演员找来 剧本不好 我就自己来改一改 所以我就起心动念 就开始想要做那种文学剧 那苏东坡呢 一直都是我最热爱的这个经典文豪 那我就开始想说 好我要来为苏东坡制作一出这种文学剧 那刚好呢 看到陈一之老师 他有一首诗很有名 很棒 就叫东坡在路上 那你读了他那首诗 你突然就看到 好像那个苏东坡那个人 栩栩如生 他走在那个路途的艰困 他内心的那种感触激动 他怎么样对付这个困境 他怎么样经过种种艰辛 还保持着他那种旷达的胸襟 我就非常感动 然后呢 就找了一支来 我们俩就越谈越高兴 就说好 我们要来制作一个这个 苏东坡的文学剧 那后来呢 我们又找了一位导演 那我们两个人都是中文系出身的 白老师是外文系的啦 那我们这个中文系跟外文系 向来都这样互相对抗 不过我跟白老师是没有了 那我们就开始想说 好 如果我要制作一个这个 属于这种中国经典文学家的剧呢 我希望这个导演啊 或者是演出的人 他也都是有文学素养的 都是真的了解这个作家 以及他的作品 才不会走位 所以呢 我们就找了导演李毅修 那他也是东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后来到北义大学戏剧 那我们三个人呢 就从此形成了铁三角 那我们商量出来的一个 这种剧的形式 就跟昆曲不太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那么严谨说 笛声吹到哪儿 那个袖子就要到哪儿 真的实在太难了 但是呢 我可以引用那个片段 来解释 来展现出苏东坡 他诗词的这个意境 他的内容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 一种教育推广 我们希望的是能够 帮助这个初高中的博文老师 或者大学生啊 能够让他们经由我们的演剧呢 对这个文学作家 有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了解 所以呢 我们就想出了一种新的方法 叫做说演剧场 就是我跟一支一边聊天一边说 我们把苏东坡的生平 跟他诗词 有名的几首诗词呢 由一支老师选出来 然后我们解读一番 那同时呢 就在一边用昆曲的方式啊 京剧的方式啊 现代舞啊 国乐啊 皮影戏啊 武术啊 书法表演啊 种种呢 来表现出这些诗词的意境 那这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设立的 我希望能够做到的啦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目的是教育嘛 那我是怕说如果你光只是用演的方式呢 恐怕没有办法很清楚的 把这个文豪这个文学作家 他的生平啊 他的比较人生观啊 哲学思想啊 甚至他的诗词啊 没有办法讲息的清楚 所以就有一边用讲的方式 那同时我们也都有很多配套措施 就是我们会同时举办几场这个学术讲座 那请这个我们可能是教授啊 或者知名的作家啊 来帮我们解读 不同的面向来解读这位大文豪 所以有学术讲座 那我们也都会编一本这个导读书册 也是由一支老师帮我们组编的 他过去是联合报复刊的大组编 这对他是这个piece of cake 很容易的事 那我们就会每年都编一本 这个导读书册 然后送给观众 一边他在之前或者之后呢 好好的去研读一下这位作家的作品 那另外我们就会把它录制成这个DVD 然后呢我们就送给学校 捐给这个图书馆 那希望就是说他变成一个 文学教育的一个辅助教材 这是我们趋势经典文学剧场的一个用心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东坡在路上 那是在2012年开始也出的 那我们同时也都会请这个书法家 帮我们写字 就是我们希望同时介绍很多中国传统 非常美好的艺术 那也包括书法在内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演出苏东坡的这个画面 那这个呢就是用昆曲在演出赤壁腹 这个是苏东坡 那这个是有点穿越剧 就是我跟苏东坡错身而过 那这个你看就是我们的这个苏东坡的词 就会明月如霜好风如水 就会显现去然后用这个古琴来搭配 然后慢慢的这个让大家慢慢的体会 他这个诗词的美好 那最后也很重要就是最后呢 我们一定会朗诵一首一只老师创作的新诗 那代表有一种古时候 我们像古时候的这个文昊致敬 可是我们也很以我们今天 我们在台湾的文学呢 为傲 就是有一种传承的意义在内 那这都是苏东坡 那那时候我们是在国家图书馆 B1的展演厅 有500个座位 那我们连续演出两场 那大概每一场都爆掉 大概都挤进了600个人 所以大概就是有1200个座位 那第二年呢 我们就乘胜追击 那就开始演杜甫梦李白 就从北宋呢 现在往上推到了唐代 那杜甫梦李白 那我们一只老师就写了一首新诗 叫做梦杜甫梦李白 一只梦杜甫这个意思 那这一次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也是把这个昆曲啊 这个很重要 这是李归年在唱的那一段 那个叫什么吉谷啊 还是什么 哦不是 李归年呢 他唱出来唐太宗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然后我们顺便也介绍了唐代的美学 那这个是胡玄武 大家知道安禄珊瑚会跳舞玄武吗 那我们在现在在胡杆上 那时候很多人都流落到江南嘛 很多人都流落到江南嘛 又在那个牧村时节吧 又碰到了正是江南好风景 你落花时节用了好风景 对 充满着感慨 然后这个是公孙大门的遗见 这也是都府的诗嘛 都府看到公孙大门的遗见 然后我们用这个草书啊 因为那时候 这个书法家张旭 就是看到公孙大门的遗见呢 受到启发 所以这个写了那个草书 所以 然后这是我们四个人在 在这个场景里头聊天 那这是向阳 这是国光剧团的朱安利 那他们两个呢 就聊礼来 那我跟一支呢 就聊杜甫 那也有一个剧情穿插期间 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同样的也是有 有讲座 有书 有展演的VVV等等 那这一次因为那个国家图书馆 就没有办法容纳我们了 所以我们就到新北市 那个多工能展演厅 去那里演出 那每一场是一千两百个观众 所以两场是两千四百个观众左右 好 那去年跟前年 我们再往上推 就到了 东晋时期的陶渊明 那陶渊明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文学作家 所以我们演这一次呢 第一次这个跨足着水溪 去到高雄演出 那也很高兴 就是高雄的观众也非常接受 也是两场都爆满 那陶渊明呢 我们是 特别这个 因为他有一首永金科 所以就有武术的表演来介绍永金科 那这个向阳呢 他就用台语 朗语啊 朗诵 归去来兮 你知道怎么念吗 归去来兮台语 归去来兮 归去来兮啊 哈哈哈哈 好 那这次是他们一组三个在演出这个 那这就是我们有时候也有动画 那陶渊明就是吴柳先生 他有一首很有名的字迹词 但是呢 一般人就是 课本里头也没有选 一般人也比较少接触到这个 那就有一支老师呢 他非常深入的 也是这个深入浅出的呢 介绍的这首词 结果受到观众非常大的喜爱 陈于战就是说 如果不是我们这样介绍 他们真的不会想到 陶渊明还有那么刚猛的一面永金科 那另外我介绍的是 他的另外一首 叫什么 《贤情妇》 非常柔情的一首诗 那还有这种字迹文 这样充分表现出他人生观的诗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就渐渐了解说 我们希望不只是介绍这个文学家 他的生平 他的哲学观 他的作品 而且我们希望发掘他 比较不为人知的一面 就是也比较少被欣赏到的诗词 那一样的是陶渊明 我们有三场讲座 然后都有这些展页的DVD等等 我今天有带来个五套 就是陶渊明的 陶渊明的 陶渊明白的 没有苏东坡 对不对 有吗 有苏东坡 那如果待会儿各位有兴趣 有人提问的话呢 我很愿意送给大家的礼物 那这是我们每年啊 还真是关头一路的成长 那今年呢 我们再往上推 推到战国 储国的去员 叫做去员也有终 那已经开放报名 现在台队场都已经满了 那剩下高雄场是5月21号的 然后玩场 我们也是演两场 玩场还有机会 这样 那我其实 我其实是很意外的 没有想到就是说 我们这样子几年下来 还蛮多人关注到 然后很多老师 带着学生 一团一团的来观赏 那这也是我们 非常希望达到的教务目的 所以呢 我们都特别欢迎 特别去这个邀请老师们 带学生一起来观赏 那今年呢 我们特别就是 其实刚刚我跟文讯的 风等语也有聊到 就是说我们现在网路报名 有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每一次呢 你开放报名 你会 很多人大概有这个经验 怎么搞得一下都满呢 都报不上报不上 然后呢 然后到你现场 明明都有风味啊 为什么报不上 就是很多人他喜欢 随便的就 按键 然后就说他要来 可是到时候都不出现 那也没有什么 他也没有什么 commitment嘛 所以呢 就会造成我们 做理办单位 我想现在我们很多 文学界 演技界的理办单位 都有这样的困扰 所以我要感谢各位 我们真好 我们报名的 都有赖照 旁边那些座位的人 不是很坏的人 他们就乱按摧不来 这就造成我们很大的压力啊 就说我变成 我这里有三百五十个座位 我要开放到说报名七百个人 那来 你大概才来到三百个人 这样 那今年我们就 就尝试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说好 如果你先买我的一本书 那一百五十块 那我算你是小额赞助 那我就同时送你一个座位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保证你应该会来 因为你愿意付那么一点 这个书的钱嘛 那其实我刚开始很担心 我想说哎呀这种 我们演了那么多年 都是教育推广免费的 那今年又要这样子 售票啊 售卖书啊 会不会有点困难 结果呢 我很感动的是 前一天啊 我们这个高雄那边的 展面 刚开放报名 我们就收到一笔支票 超充这个 比方说他十个 只要给我们一千五 他就给了我们三千 我们就打电话说 哎 你这个多借了 我们要怎么还你啊 说没有啊 你们不是小额赞助吗 我就是要赞助你们啊 所以我们就觉得 得到的我们肯定 真的是很开心 那今年呢 我们就演去人远游周 大家知道去人有一篇 很有名的文章 叫远游 那可能大家会对离骚 或者九哥会比较熟一点 那对或者渔夫啊 辅居啊 比较短的比较熟了 那远游周的意思 其实如果大家能够来看我们的剧 就会明白啊 这个远游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们的剧也是说 驱远远游周 从这个 从他的湖南湖北那边远游到台湾来了 那这就是我投入这个经典文学剧场 就是为什么投入 我要感谢白老师带领 感谢李志老师这么多年来 都跟着我们一起 然后支持我们 担付了很大责任 谢谢 也能够参与他所策划的 驱使经典文学剧场 那觉得蛮有意思的 也就是说这个表演活动 让我们这些本来无法在舞台上出现的人 竟然有机会 让我们既腼腆又好奇又兴奋的 能够上台 我就记得是1970年代吴靖吉 吴靖吉好像从美国带回来一种表演方法 当时我还在台中 那也许有人讲说叫拉玛玛实验剧场的那一种方式 他就随便你演员 就是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感受 然后表演 那时候吴靖吉 我一直十几岁的时候 我就听到他就说 譬如说一个留学生要出国留学 在基隆码头有人送行 然后右手帕擦眼泪 他就找了几个人说 来来来 你们就出来 就这样表演 我们就用很深色的动作 舞来舞去 然后他就说很好很好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那我们这一次的那个 后来趋势经典文学剧场也蛮有意思的 当然就是说制作人他有一个架构 他开头会商量 会思索 就是说到底要演谁 陈一真最爱的就是苏东坡 所以当然毫无疑问就从苏东坡开始 然后就慢慢再往前推 到了唐朝呢 那就是我本来就讲说杜甫 然后有人就讲小老头 我那么难看 为什么要演杜甫 那有人就说李白多好啊 轻平调嘛 还有义士捧靴什么 谁帮他磨磨等等的 所以后来就综合变成杜甫 杜甫孟米白 因为真的杜甫写过孟米白的诗 杜甫米白小了十一岁 所以他一个像学长一样 那时候米白已经领满天下 然后再往前推就变成说 那当然毫无疑问是陶渊明啊 那所以以至于到今年再推呢 就是公元三百多年前的区院 那每一次陈一真所设定的 都说这个东西不但是希望好看 至于好不好看 当然要观众来判断 那但是至少要达到教育目的 我在一篇文章 因为这样的一个演出 的确也就是说我充分感觉到 就是说你只要做事 你只要那个会发挥影响 你不用担心说没有人理会 没有什么 连大陆都注意到 注意到这个剧场 不但是我写过一篇文章 他们都在南京图书馆的学刊上面 就谈经典文学剧场 另外就是说 今年他们北京的中央电视台 听说台湾也过苏东坡 也一直想要来访谈 谈过一次 因为黎珍女士她在寻访陶渊明的公演前 她就讲过她有一个手册子上面写的序 她就说舞台上所有表演都只是序曲 但愿能引出更多现代混金者 金是渡口 要找出入生命的道路 整个社会的要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就引出更多的混金者 这个牵涉到理想 这个牵涉到价值 所以她说一起寻访陶渊明 重建桃花园的理想国度 那我们每一次要锁定了一个人物 陈一珍她也是 总是会觉得说 我们到底有没有把这个人的精神 能够传达出来 我们当然也试图从她的作品里边 显示出她的人生事迹 因为不能像在课堂上讲课 讲课也许就把一些高中生 又让他们垂头上气了 所以结合了人生 因为文学就是人学 结合了人生的遭遇 于是就会比较生动 苏东坡 你看流离到各处 然后包括就是说 她遇到了乌台诗案 她是怎么样的对应 她在王州的时候 怎么样子 那些老百姓怎么看她 一个大学士 结果毫不看在眼里 一直到她 转转在中间无法叙述 回到宋徽宗的时候 回到中原的时候 然后她自己问 平生的工业是什么 她说黄州 惠州 丹州 都是她生命当中非常困窘 秉择的地方 但是她用她的文学 也就是说另外的一种价值 而且是跨越时空 我们的肉体 我们当代的事工很短 就是很短很简单 所以类似像这样苏东坡 然后都府当然也是人称 诗史等于把唐朝的时代动乱 哪一个年代 哪一个地方没有动乱 那对不对 人生的遭运 都府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陶渊宁何尝不失呢 陶渊宁 现在有陶渊宁吗 所以那时候那个剧名是 陈一真定的 巡访陶渊宁 为什么叫巡访 如果这个人碰到 还需要巡访吗 因为很难碰到 当代有陶渊宁这样的人吗 可以 可以不为吴斗宁折邀吗 你看看我们的中央研究院 现在有缘长期的 对不对 实在令人感慨 那今年的屈原 我想也蛮有意思的 屈原我们常常以前 像我这种死老军的 就是说是个爱博诗人 我想很多人 一定是一个制式化的 爱博诗人 除了爱博诗人之外呢 除了爱博这样的一个 在我们台湾这样的一个 时代发展中 需要去体验感受的一个角度 那另外呢 另外呢 他的艺术之美呢 他的那种想像力的那种 污的那种成分呢 等等的 都有惊人 我想我们因为时间不太多 我们能不能请 就是那个 黎珍先讲一下 然后我们请白老师 再给我们最后一个总结 那我们留下20分钟 让在场的朋友 可以有机会跟他两位对话 那对话的时候 刚刚讲的 是跟女士讲的 就是说有正品 有那个叫做什么 昆曲新美学 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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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捐给文讯 跟台北市立团 因为很重 不方便各位带回去 那这个 我们的经典文学剧场的DVD 那文讯也准备了很精美的小礼物 就是希望鼓励大家 能够跟我们对话 让我们了解你们的感觉 想法这样子 那 其实我没有什么要说的 反正屈原呢 离我们已经两千三百多年了 老实说啊 我被他搅得非常的困难 白老师 那个处词好难读哦 怎么吸的 请问你当年怎么读处词啊 我先讲 我对于屈原 还有这个处词 就是所知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 不过呢 我们非常的喜欢 屈原 喜欢处词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是烧体 那个传统下来 我这么讲吧 我说我们别忘了 我们是一个诗的民族 我们的灵魂里边都是诗 就很要紧的 你看过我们的饭碗上面也是诗 筷子上面也是诗 茶杯上面也是诗 诗根本的融到我们的生活里头 我们这个诗的民族 我觉得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 我不会写诗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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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羡慕他 他的诗写得那么好 我想这个诗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 可能最后的时候 我们的文字要靠诗的诗 我们的古诗来救赎 我们现在文字 江河日下 以后好像什么火星文的都出来了 我们的文字 所以我想现在 沈云正文里面做这个推广 这个古典诗的这个运动吧 我想非常非常值得 非常非常非常值得这个 这个 我想值得注意而且参与 我想像如果像陶渊明 像这个 当然苏东坡跟杜甫他们还比较 大家还看得多 像陶渊明可能就看人就少了 那么重要的一个 我想跟一支刚刚讲的 跟那个人格也有关系 现在要找几个陶渊明不容易 归去兰西 田园家户不归 这种这种这种 我想现在 有些人讲的 要他辞职他还不肯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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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说这个田园家户要的归影啊 这很难的 很难的 我想那诗 诗人的时候他们的 今天我这个瞿原是更不得了了 我想瞿原他的那个 他的 你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一直讲的 他的爱国诗人 我们现在爱国这两个字 我想用 用烂了 用烂掉了 我想是 讲解爱国 就换不起大家 其实我们整个传统里面 忠君爱国这种的精神 当时 当时 现在看起来 是很可 非常非常非常值得 很启发 很撼动人心的一种力量 我想有时候 像曲原来那个乱世的时候 他对他的国家 他写黎骚写哀营 他的国都已经被秦朝破掉了 他说他流放了以后 他对他这个故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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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种怀念 那种的遗憾 那种 所以我想非常 现在看起来 还是非常动人 我想我们现在又是 好像又有点乱世了 乱世的时候 就喜欢念诗 因为我想我们诗里面 的确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所以我想曲原 我真的了解也不深 不过我在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高中书 真的还不错的 我想选过曲原 我想选过曲原的三鬼 九哥里面的三鬼 选过博商 还选过于父 我记得还选过这些文章 那时候我们还背的了 还背的那个 三鬼美得不得了 哀怨得不得了 的这么一个 所以我想 那时候 我念的唐诗里面 有一个 我记得是唐朝诗 好像戴淑伦吧 还有这个 有两句诗诗诗 这个 远向流不尽 远就是那个 湖那边河流了 湘就是 那个湘水了 远水湘 远向流不尽 曲子怨河深 我想这个曲原文 一个字代表怨 那个怨 他那个怨 还不是个人的诗愿 他这个怨主 我想是家国之怨 家国之恨 他楚怀王 他讲的不听吗 不听后来亡国了吗 他这种这么中困 都要讲给那个帝王听 他叫他远离秦国 他不听 或者被秦国俘虜了去 死的秦国好惨 那个楚怀王 还死的秦国 所以他对这 所以难怪他 最后白沙 抱着石头跳浆 漫腹哀怨 他那个怨是真身 所以也就在离烧里头 也在哀应 也在所有 我想整个 整本楚辞 我觉得我不知道 整本楚辞 就是一个愿 是吧 整本楚辞 就是一个愿 而且那个也变成我们的传统 诗的传统 我想后来的李商颖 李赫 那些人 都被他 都被他 我想 后来的大使 都有影响 不是我讲的 我在叫《红楼梦》 我在叫《红楼梦》 我发觉 《红楼梦》 也被那个 《红楼梦》 影响很深的 我想 他写的那个 《红楼梦》里面 也用了附体 诗词歌赋的附体 比如说 大家看过《红楼梦》 记得很有名的 写的一篇 寄秦文的芙蓉雷 芙蓉雷 芙蓉雷 那个寄文 寄导的文 那就是《烧梦》 我想 受《红楼梦》 受那种的文字 《红楼梦》 我想《红楼梦》 一定 《楚词》 念得很通的 所以我们现在 翘首以待 我七号要去看 要去看表演了 每次白老师说要来 我就非常的紧张 我在台上就会忘词 我刚刚也忘了词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那个表演 譬如说 陈一珍他今天早上 还在修改脚本 他还在觉得说 哪个地方应该再添加 哪个地方太冗长 应该要谁来对话 这就是我们的那一种 整个剧本形成的一种方式 然后有时候导演就在旁边说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留着 那个人就拿掉 拿掉 所以是那样的发展中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 几个人一起商量 培养默契 那感觉也非常难忘 我那种很古墨 一定要改到最后的 也是跟白老师学的 那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这一次很特别 为了要研究屈原 我们还特别去了一趟 这个屈原之旅 去考察楚文化 那很快看一下就好 就是 没关系 这是你看 屈原池最上面的那一张 是那个 在他的故乡 子龟那边 一个屈原池 他们黄骨重建 真的建得很漂亮 那你看到 楚国的建筑 大概都是这样子 翘起来 红色的柱子 白色的底 那这个是 济南城故都 就刚才白老师讲的 埃隐 就楚国的国都 那时候叫隐都 那现在叫济南城 然后呢 你看到那里 其实就是一片荒芜 就是一个山 一个 一个三种 小土堆 让你特别感觉到 你也可以感觉到 屈原那种 埃隐的心情 怎么 楚国国都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边是蜜罗江 你看蜜罗江其实 一点特别都没有 就那么一片姜嘛 然后我们还 有人讲说 那个姜水那么少 那屈原怎么跳啊 不过 不过蜜罗江 他有一个屈原池 一个更小 更古老的 你看他怀沙嘛 你看 沉下去 他怀沙 他抱着石头 所以才沉得下去 了解 没有被溜走 然后那个楚国人呢 他们最尊崇的是凤凰 那个凤凰好大好漂亮 他们跟中原不一样 不是尊崇这个龙的 他们是凤 那就有那种浴火凤凰啊 真心不怕火炼啊 那种精神 所以我这次去也是 见识到楚文化 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那这是苦情排练中 我们这次大家真的都被屈原给高产了 因为楚辞啊 如此难被吸 那这个 这个是我们国光剧团 头牌小生 唐文化 他演屈原 那那个黄春明老师就很坏 他看到他就 蛤你演屈原 会不会太胖了一点啊 我就跟他说 谁演都太胖嘛 那他就很努力的在背这个楚辞啊 那但是他真的很了不起 在那么烦恼的行程当中啊 他真的还把那个楚辞都背起来 到时候会在舞台上演给我们看啊 那这个是我们把现代舞也放进去 白老师 这个我们的现代舞的一个舞者啊 就是你非常喜爱的 在你的那个镊子舞台剧里头 演那个小玉的那个男生 他跳得很棒 哦 这四个男舞者都帅得不得了 那这个呢 是李峰茂老师 大家如果知道 他是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的 讲座教授 也是我们中央研究院的这个研究员 那他是专门研究这个道教哲学 那因为屈原呢 他跟原始宗教跟道教有很深的联系 所以呢 我们这次特别请他来跟我 跟一支 我们三个人来主讲 那他也会上台表演 他会做法哦 他这是在做法 看看屈原是怎么 这个济浆啊 撒镜啊等等 会在舞台上演出来 那一支更不得了了 他现在啊 他说厉害到哦 不仅会背台词 而且还可以骑着脚踏车背 这一次呢 他也写了一首新诗很棒 前几天 他刚刚在联合副刊有刊登 叫做《带着楚国流亡》 那在我们这本导读书里头 也有他的那首新诗 那如果各位想要多了解一下屈原呢 我们里面都有很浅显明白的 对屈原一些作品的解说 好 那我们今天晚上 事实上今天晚上 我们两个又得跑去苦情排练 那我才知道当演员真的很不简单 我告诉你 我们从开始 我们三个人 我们大家这样子一直发想 然后删改这个讲词 然后互相勉励啊 然后把这个剧本弄出来 然后还要一再地改改改 然后呢 我们就分了好几组 金坤组啊 舞蹈组啊 国乐组啊 我们三个是讲坛组啊 等等 各组分别不知道排练多少次 然后再来 所有的人一起呢 整排 整体排练 他排练三次 好 到了演的前一天呢 就全部上妆 再彩排 就是彩妆的彩 彩色的彩 彩排一次 然后就上阵了 那上阵在现场啊 真的还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状况 所以我真的觉得 当演员真的很不简单 我们可以这样客串一下 也不错啦 好 过过细影嘛 那真的要当演员 那我不敢 好 那这是我们屈原的三场演讲 那我很高兴的就是 好像我们在每年这样子推 聚焦一个大文豪呢 那结果呢 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兴趣 所以今年我们讲 屈原的这个 讲座 请了三位大教授啊 都是对屈原很有研究的 来演讲 在国家图书馆 那今天呢 这个李丰茂老师正在那 我们两个在这边 他在那边讲 与屈原同行 重结一段文学渊源 那这边呢 也是越来越多人呢 愿意这比较深入的 从学术的观点 去了解屈原这个人 那最后白老师 谢谢白老师 你看 这是我们演陶渊明啊 白老师也来看了 那他事先没有告诉我 因为他知道 我如果知道 他在台下我会很紧张 他没有告诉我 然后等到我们卸完 他说 白老师怎么来了 所以我好惊讶 真的 白老师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非常支持我们年轻人呢 能够创业 能够做任何的 这个跟文学教育有关的事情 然后他的爱心 真的也能够把这个昆曲的艺术呢 再次的重生 带回来这边 然后 好像所有年轻学生啊 现在已经以 看昆曲为一种时尚 所以我们大家真的是 非常非常感谢白老师 谢谢 文学上演 今天谢谢白先后老师 谢谢陈一臻老师 现在我们在场的朋友 还有15分钟 有没有要跟两位制作人 提问的 或者说 能够交流 我想 发言可能 可以在两分钟之内 哪一边 对不起我 那一边那一边 那是会有麦克风给他们呢 这边 还有等一会那一位 这个 1234 是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两位老师 就是我觉得今天演讲 我收获很多 然后刚刚其实有讲到 就在文学啊 两位老师都这么的 在文学教育上 这么的 这个执着在耕耘 那 那两位就是在自己平常遇到 就是在过去的经验来讲 遇到人生在很困顿或很挫折的时候 有没有任何一部的古典作品 不管是一首诗或一首词或是一部小说 或是一个昆曲 就是让你们有很好的启发 让你们度过你们人生的某一个挫折或是难关的 好 来 我重复一下 刚才 刚才她问的就是说 我们在 当我们碰到这个人生的困境挫折的时候 有没有从古典文学诗啊 词啊 从这边得到一些什么注意 能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哦 你先讲吧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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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 我现在年纪 大了 年年大了 我想这个 刚刚你们做过的时候 杜甫 白老师不要讲年纪大 永远的白鲜勇 白老师总也不老 对 现在我整天 常常看杜甫 常常看杜甫 人家讲的是 年轻的时候看李白 年纪老的时候看杜甫 的确是 我想杜甫很多 很多时候 我想她的 诗教教师说 诗史 她对唐朝的衰落 兴衰 非常有感触 我也是 因为我经过 因为年纪 经过很多 1949 这种大反复 这种都经过了 经过以后 我想从她的 从她的 杜甫的那些事 我常常得到精神上的认同 这种大动乱 不限于我们当代 原来很早的时候 你看唐朝的时候 楚国 齐元的时候 都发生过 他们经过的那些事 你看了以后 你会觉得 有一种远古的 穿过那个时光的 跟他们的精神上的一种认同 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原来他们也有同样的 同样的 我刚刚讲的 曲缘的怨 我想这样子以后 你就会比较释怀一点 有的 我呢 比较是 跟白老师不一样 如果人家很怨 很忧愤 我就跟着人家很怨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 苏东坡 因为它很旷达 尤其是它的定峰坡 我如果碰到什么 比较困难的时候 我就读一读 哎呀 莫听穿林打夜声 何方吟笑且徐行 然后这个 回首向来消色路嘛 也无风雨也无情 这一切很快都会过去啊 您是为什么要困在这儿呢 然后我也 顺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驱师教育基金会呢 现在开始跟国光剧团合作 明年七月 就会在国光新的传艺中心 那个剧场推出 就是苏东坡的真正的金坤剧 叫做定峰坡 活 谢谢大家 刚刚那天 那天时间 好 今天很谢谢 就是能够来听 两位老师 还有易志老师的一个对谈 然后 我其实会觉得说 因为之前陆续有参加过 就是趋势基金会的一些演讲 然后像是之前有参加过 杨木老师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学术的讲座 那今天我想要问一下就是 那个陈宜珍女士 那关于你的这整个路上啊 在发想跟制作上面 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那再来就是 我也想要请教就是白老师 因为 其实我自己在那个中学任教 然后我可能在跟学生之间 然后或者是说 自己在一些就是可能在阅读 阅读部分或者是跟欣赏戏剧部分 那因为最近刚好也有那个 《一把青》的这部戏剧的演出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老师 就是您在看这部戏剧的时候 那跟您自己的小说 您有没有就是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诠释 就可以请老师稍微谈一下 谢谢 我重复一下 他问老师的问题就是 他刚才看了您的《一把青》 所以可能是想问老师说 你怎么看这个 《一把青》的这个细剧 这个连续剧 对吗 那我的问题是说 我在制作的时候 有碰到什么困难吗 好多喔 除了不用烦恼钱以外 我老公很支持我 但是这个就是 从发想啊 到这个 最后完成啊 那中间总是有很多的曲折 但是最困难的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表现出来 不会让人家觉得很沉闷 因为 大家有时候一听到这种 大文豪啊 屈原处词 陶渊明 就是 那个就是 那个课本上的人物嘛 然后已经 都那么古老了 有什么好看的呀 那我们就要想尽办法呢 在里面 要放很多梗 要想办法把它跟 现代的生活 能够有一个连结 那让这个观众看到 会能够跟自己有连结 产生关系 不会觉得说 这个人跟我太遥远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对我没有什么意义 这样子 那这可能是最大的困难 就是怎么样 让它变得有趣 怎么样能够让观众 有这个共鸣 另外我们 可能一直也可以帮忙 回答一下吧 我们在讲的时候 也是蛮困难的 对不对 没有有困难的 你都解决了 对 他就是这样 我们每次在舞台上转眼 然后这个 问题抛给他 他就说 这个 风茂老师会讲得比较好 这个Jenny可以讲 然后就把问题推给我们 谢谢你 你看起来不像老师 像学生 好年轻 谢谢你的支持 我想那个 讲的一把青 因为我三月 那个整个月 我都差不多没有在台湾 所以我那段没有看到 所以我要等到 他那个DVD出来 我要从头看一遍 不过呢 因为是连续剧 连续剧 他改了三四集 我只是个短篇小说 因为他一定加了好多 好多好多 不是我自己写的 不过呢 听说好像 我到 我碰到几个 几个 在银行里面做事的 在医院里面的护士 那些女孩 年轻女孩子看的时候 哭得不得了 哈哈哈哈 每个人看着哭 大概 大概有动人之处 我猜 我猜 动人之处 最后的结果 我想我还得等着 那个DVD出来 从头看一下 白老师 白老师很会把人家惹哭的 他上次的那个 《镊子》 改编成舞台剧 也是我们吴树菌老师 编的这个舞蹈 也是把那个集场的观众 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的 对不对 好我们这边 这这位 第1 2 3 第3排 然后第5排 等一会儿 两位好不好 男生 对 然后 然后第5排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那一会儿 三位老师好 很高兴今天 听到三位老师的对谈 然后我想 尤其特别请教一下 白老师一个问题 因为 昨天在清大 举手太慢了 新竹追星追到台北了 对 因为就是 我不知道白老师知不知道 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 在大陆的新浪网上面 有一个就是类似于智路的影像 智路的就是一个 智路的就是一个 因为白老师刚刚有提到警局嘛 就是 梅保久先生 梅兰芳先生 的小儿子过世了 然后里面有两张照片 让我 比较深刻 一个就是 梅保久先生 生前在那边排练 梅保久先生 对 他自己在跟 就是他的学生在那边演 排练戏 然后还有一张就是一个 很偌大的一个戏院里面 只有寥寥无几的观众 然后上面的金剧演员演得很卖力 这样子 就是 因为白老师的昆曲 牡丹庭 青春的牡丹庭 已经 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 那我就想特别请问白老师 就是白老师觉得 像金剧这些 还有昆曲珠 此类的 这些美的东西 他们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或者说他们未来该何取何从 这样子 谢谢 好好好 我懂你的意思 这个 那么 我虽然 青春的牡丹庭 这个production 这个制作 现在看起来相当成功 你看看 观众反应都很那个 并不表示昆曲的危机过了 没有 还昆曲危机 我的危机还很深的 我想不光是昆曲危机 这个牵涉到我们整个的传统文化 我觉得 我想我们整个传统文化 这个危机放心为爱 我想啊 整个怎么要把我们这几千年的这个大传统 有那么辉煌的过去的时候 怎么把它搬到21世纪来 让它给它新的意义 给它重放光芒 这是很沉重很沉重 很要 我看要 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才能够才能达到的 你刚刚讲的那个 那个金剧的问题 刚刚讲的金剧的问题 也是一样的 我想那个 在大陆那个金剧 他们也想办法要改革 要想办法要怎么样 常常 就有个很尴尬的局面 你刚刚讲的 下面观众寥寥寥无几 这个 我想跟整个的美学的导向 跟这个 整个的 讲了又来讲了制作了 制作的方向 这个美学的导向 很有很有关 很有关系 如果你这个错了 有的人觉得好像 我们的传统戏曲 既然那么老了 这个观众就流失不见了 那我们就把它 更新吧 那就把它变成像画剧靠拢 像西方的音乐剧靠拢 像Las Vegas的秀靠拢 搞了一台的干冰啊 那个雷射啊 越搞越不像 古典的东西丢掉了 现在东西 人家要看现代的 去看Las Vegas修的好了 为什么要看你这个 这个借来的东西 所以我讲的 这个 这个 制作的美学的观念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 就是说 这个现象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我们 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包括这些戏曲 失去了信心 这个很重要一点 我们觉得好像 我昆虚的美学 这个 我们说 要去借重 要去 不是说不可以啊 我们青春古兰田的时候 也非常谨慎 我要谨慎 两个 非常谨慎 把现代的元素 舞台的元素 把它参在那里面 合不合适 我想就分寸的 拿捏很要紧 的确 我们那个戏曲 它的 因为有那么老 古老的一套传统 需要和服时代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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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把它 这个 这个跟现代结合 这是个大学问 那是个大学问 那是个大学问 结合得很好 就很 就很 现在台湾也有 也有 也有 这个 像王岐教授啊 这个文艺教授 好几位也在想办法 怎么把传统戏曲 跟现代舞台结合起来 刚才您讲的 中国的戏曲 是有 规防不得了的成就 这个成就 怎么样把它保持下去 是很大很大的学问 跟 跟 努力 还带努力 我们谢谢白老师 那边那位女士 亲爱的白老师您好 谢谢您 带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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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燃对昆曲文化 就是 的 认识跟启发 然后 也谢谢这个 我崇拜的那个 陈怡珍小姐 我是从桃园来 四月份的每一场 我都有参加 对 四月份的每一场文学季 我都有参加 然后 我是那个 陈怡珍 老师的 那个 就是粉丝 那我 我现在非常想 听那个陈老师 是否能够朗诵一首 从东方到西方 从古代到现代 最贴切的一首诗 谢谢陈老师 谢谢 谢谢让我有机会秀一下 虽然声音很糟 好 带着楚国流亡 带着楚国流亡 他告别了国都 告别故里 以一双耿耿不媚的眼睛 一缕 穷穷不安的灵魂 放不下百姓震动的哀痛 放不下道徒 荒乎的忧愁 身体已走到郊野 眼光仍定着在城门楼 小船已驶入波淘 心思仍细在君王身上 建议你帮我唸驴梢的 建议你帮我唸驴梢的 坚持捷径自己的领 带着楚国流亡 浮云已碎成残破的珠网 他不知昨日的昨日 身在湘江或是长江 明日的明日 飘向续谱还是陈阳 不知黑夜的古墓 是谁的祖先 闪烁的灵火 是谁的魂魄 毁香道志不察兮 炎祖户无将返 禁不入已离游兮 退将复秀无出伏 雷电在空中划开一条 机械的路 割毛刺穿千万人的豪哭 带着楚国流亡 而楚国 江湖已魂猛成雾 南北也已措置成东西 只有日月不停传递着消息 两千三百年后 引我跨越黎骚诗行 前往他投江的地方 听边中敲击凤凰的哀鸣 招发任于苍无息 细于智乎玄谱 欲少留此临所兮 日乎乎其将目 飞蛇游走在山沿 我遥看 一条战道隐约入清零 瀑布遥光在悬崖 原来是一挂藤蔓 映照着白光 清烟上升封顶 盘绕金色的丹粒 清烟下降深谷 凝结水晶的春露 招魂的歌声回荡又回荡 嘿吼嘿吼 仿佛伸展巨峰刺翼的神鸟 喷吐洪流的交融 蓝指殿而不芳兮 全惠化而为茅 和今日之芳草兮 今直为此消爱也 沿着黎骚诗行 渡过霞滩的他回望紫龟 行过平原的他回望江陵 登上昆仑的他叩集天门 以一双耿耿不媚的眼睛张望 哪一株蓝草可能遇见左途 哪一阵飘风可能吹向山旅 太阳自东月亮自西 红泥自南烈心自北 他在赤水流沙中奔驰啊奔驰 心头总垂挂一个沉沉昏昧的楚国 已已灾 国无人莫我之息 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语为美正兮 吾将从彭贤之所知 谁能看清他的形象 听懂他的声音 千年的时光像大气 铺展成原野 千年的幽思像歌声 消融成血液 从前的屈原去了哪里 后来的屈原 身在何处 两千三百年直到现在 化身千万的他 仍在流亡的路途 日复一日的呼唤 魂熙归来 忠贞受难的人 魂熙归来 發奋抒情的人 謝謝菅妮 謝謝 我們是不是請菅妮給我們一個總結 今天是不是就到此 謝謝 謝謝大家 來到這邊跟我們一起 共度一個美好的下午 那當然大家 大部分都是為白老師而來 我們特別 再掌聲謝謝白老師 白老師給我們的 真的很多很多 謝謝 謝謝 當然我們也要謝謝律師老師 他剛才唸那首詩 大家覺得很感動 他真的把這個 我們的處詞的哀怨 還有我們現代人的一種 嚇往的感情呢 都灌注在裡頭了 那希望大家呢 有機會的話 5月7號到中山堂 來觀賞我們的演出 5月21號是在高雄 那 可能你有機會 坐在白老師旁邊喔 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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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的研修生。 - 太好了!謝謝老師。 - 來,再進去。 -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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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謝! - 多謝玖子。 - 多謝。 - 多謝。 - 多謝! 可以帮你拍一张吗 你现在拍的好处吧 你说我拍一张 我觉得我会快快去到 那我可以拍一张 哦 谢谢 来,来啊,这边是吧 好,好的,好的 好,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好 好,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